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周报 我是王孟平 那看到这个礼拜台北股市最新的表现上 看到在盘面上开始有一些震荡的加剧 日K红K的相见 其实这个礼拜整体来看 大盘是下跌了将近有100点 但是发现到买盘其实在贵买市场非常的明显 这一波可以看到上跪指数本周还有反弹幅度1% 好 面对在下半周我们看到 台币的汇率开始有一些重扁的情况 扁到了半个月来的低点 所以外资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有撤出脚底抹油的风险呢 这个是在下个礼拜 虽然说下个礼拜只有四个交易日 面对在228的廉价 四天的操作策略还是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 先为您邀请的是柯孟聪 柯森你好 柯孟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面对在这个疫情的升温 虽然说中国的疫情现在有一些些的下降的趋势 如何去研判这个就是等将来是不是有疫苗会出现 或有一些真正的一个要出现 把这个疫情压下来 那否则来讲 我想这个疫情可能还是会持续做延伸 那在这么不好的一个环境下 这个大陆都在这个复工的速度 都比较慢 一二月营收能不能逆势走上扬的一个个股 我想是未来的一个重点所在 那时序已经快要进入三月了 董事会要召开了 那所以说宣布的一个股利 高值利的个股相对来讲的话 理论上是会抗跌 所以说在这么混沌不明的盘式当中来讲 我想选出一个逆势的一个好股票 才是重点所在 好 确实看到营收的公布 包括在接下来三月份 台股还有很多的重头大戏 不过最近看到这个台币的贬蓄 要跟这些邀请的专家是汉诚老师 汉诚你好 孟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 这一波外资的动向 尤其在这个礼拜 外资的多单在期止结算之后 这个多单已经下降到只有三万口以下 所以大家担心外资会翻空吗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从这个外资操作的一个角度来看 包括像现货在做一个卖出 礼拜四一天卖了82亿元 然后期货进多单口数 也掉到了三万口以下 似乎都还在做一个减少的一个情况 连台积电股王台积电外资也连续多天在做一个卖出 显然的外资在这个角度碰上了台币的一个贬值 因为美元非常强势 美国这边也没有提到说要再降息的一个动作 所以美元强势台币又在贬值的情况下 可能外资这些资金在这个时间点 尤其是新冠疫情又还在延烧的时候 可能都还有持续测速的一个压力 所以反而投资朋友应该寻找基本面比较好的股票 逢低有就是等待压回来量缩的时候 再寻找买点去做切入 要不然的话可能都要谨慎小心的操作 好所以看起来这个风险意思稍微要拉高一些 那另外我们邀请到的是陈杰瑞 杰瑞你好 某某好 各位众朋友大家好 尽管趋势看起来不是大明朗 但是我们如果从各股来看 刚刚其实汉成老师讲到说 我们从基本面左手拉回的时候 可以找什么样的股票 其实有一些趋势股 它反而是盘势在拉回 但它股价相对强对吧 对 我想刚才汉成大哥有提到 最近台币比较弱一点 所以外资其实是很明显的站在这个卖方 但是最近盘面上还是有一些族群 它是外资跟投信积极布局的一个方向 除了一些涨价概念股跟生计族群之外 其实光通讯族群 还有伺服器族群这些族群 也都是近期法人这个逆势加码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它到底今年是好在哪里 那有哪些股票还是可以持续留意的 我想等一下跟大家做个介绍 好 所以今天的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先请科斯带大家来看 这一波其实大家在看说这个开红盘之后 工方的缺口有没有机会来做回补 虽然说大盘的K线图 我们先看到还没有回补这个空方缺口 但是大陆股市上阵在这个礼拜 已经占上了3000点 对 那我们看一下线好了 这个台湾我们先看一下月K线好了 那事实上2月跟3月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费波兰西系数的一个转折 那我们如果以月K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刚好是面临了这一波上来的 第13个月的一个转折 那所以说以目前整体来讲的话 那加上如果说以3月份来讲是从9309 非常长线的一个第55个月转折 那以这样的一个状况看起来来讲的话 2月3月来讲的话 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这个情况 所以说以这样的一个格局来讲的话 要攻上去 事实上是不容易 那我们再看一下周K线 周K线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长期涨上来是涨了2000多点 这个从10180涨到12197来讲的话 是涨了2000多点 那如果回答这个1分之1来讲 我想这个数据很好记 刚好是11188 那自己稍微假费波一下 就拉上来 那长线来讲的话 我讲2分之2 就是0.618的一个位置 就是10852 所以说这盘来讲的话 可能上面也有压力 那因为我们周K线上面 它有一个景线的一个位置 这个上次我有叫大家 这个记一下 11777 这个很好记 这个11777 然后这11188 都是Full House 那我们看这个K线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看那个K线图来看的话 事实上这刚才孟孟有提到 就是一个岛状上的一个缺口 那这个缺口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它导致反转这低档 所以说低档来讲 在这边11350附近 可能就会做一个止跌 就是第一只 第一只我们再放大一点 会比较好看一下 第一只脚的一个落点 这有两个缺口 那我们刚刚看起来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导致的一个反转 但是它上档 我刚才有讲过 这个点来讲的话 就是11177 那看稍微碰一下 它又掉下来 所以说要突破这里的一个头部 我想理论上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说它理论上 所以上面压力其实还蛮重的 所以我个人看法 就是在这边形成一个 区间 区间整理 那我们再看周K线 我们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周K线来讲 上次有提过 周K线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它是上涨13周 那到上个礼拜来讲 是做第七周的一个回档 那理论上我们以破浪理论的一个观念来讲 我们涨了21周 回档的一个次序来讲 是13周 所以将来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 将来可能还会经过 这个五周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里从这里涨了13周 13周走上来之后 那这里是7周 那加5周 所以说预计来讲 可能会整理到3月底 那如果说真的 疫情也降下来了 那加上整的一个状况 如果比较平稳来讲 就回归到基本面 我看哪些 公司的一个殖利率比较高 哪些的不受疫情的一个影响 营收获利还是创新高 这里才是一个重点 那所以说这里的一个操作模式来讲 我觉得就是一个反市场的一个操作模式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重点新闻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 我想这个 这个出乎意外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 这个新型病毒 这很诡异 这个又不是很强 但传染力很强 传染力很强 致死率很低 对 那抓一个破口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南韩也这么惨 日本来讲也很惨 那泰国 新加坡 新加坡 我想这里 好像全世界现在不太敢来亚洲 看到黄总人都害怕了 我想他一定会下修全球的一个经济沉山 那为什么这盘不会跌 那只要是资金面撑住 那所以说以这样来政府也很紧张就开始来撑 我想这个重要的观点就分两个方向去走 那像我们看上周五涨停板的一个高端疫苗 这个我们总统去给他这个去参观工厂 事实上他们研判这个新型病毒可能要做一个像流感式的药疫苗才能把长期把它扑灭掉 那我们慢慢去看 那像这个上一周像口罩股也好 额温枪 我们看337上一档股票 这个本来业绩不好 哇这个是额温枪的 对对对 额温枪的你看 本来默默无闻的就拉上来 那像我们以前常常介绍的4735的这个所谓豪展 那这一档你看 真正的做额温枪就是这一档 我现在都公布应求 都要在网路上买 下礼拜二学生要开学了 进教室以前都要先量一下额温 对我们公司也要量额温 这个是这个全民这个黄疫的观念 那我想这里来讲 或许我们前两个月的这个所谓的营收表现比较好的 尤其在生计股的观念 像这个四衣五五的一个训印 做类似的一个衣彩的一个公司就还不错 那大力光来讲的话 听说他的营收会出现比较下滑式的一个情况 那这里来讲的话 应该会反映他的一个股价 那讲Anyway这里我讲才是重点 那这个董事会先告鼓励 或所谓的一个董监改选 那我们是上周的汉堂 2404的一个汉堂 宣布可能要配10块以上 那股价就表示相对强势 那董监改选现在开始在酝酿 那像上个礼拜表现很强的 1218的一个泰山 这个就拉出两根掌填板 你看这个泰山 未来来讲的话 三月份的一个重点 那包括金融股的 包括像永峰金 包括像星光金 包括像张银 这些就是董监改选的一个要点 那我想这个外资在这边 多空还是未明嘛 那所以说外资去买哪些股票 譬如说买友达 富生镇二 然后卖台积电来讲 卖这个所谓华邦店来讲的话 我们也要顺着他的一个市去走 那在整个级别院不是很好 我想这个政策 还是未来重点 这个观察的一个所在 好非常感谢科斯的 确实的讲到说 在这个多空的变数当中 尤其三月份开始 公布这个配息政策 会是股价 接下来走势的关键 好非常感谢科斯的 先帮我们回到座位上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我们要带大家做观察的是 在外资的动向不明之下 那接下来 除了外资之外 内资在自一波 对于在贵买数的操作 贵买市场当中 好多是内资在继续回补的标的 我们稍后回来带您扫描 啊 杨俊登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